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对错应该早有定论 毕竟群众的眼睛依然是雪亮的嘛 但在这里我还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先有的王八还是先有的蛋 请黑粉们仔细思考后再喷 这个问题跟先有鸡和先有蛋是两码事 是需要论据和论证的大命题 义中天肯定不是第一个种骂皇帝的人 我还记得袁腾飞在讲明史的时候就曾经大骂特骂朱元璋是王八蛋 甚至说朱家就是王八蛋家族 他虽然跟义中天骂的朝代和内容不同 但目的和结果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借着谈古论今的机会卸下私愤而已 不过有句话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这些人为什么如此痛恨古代的帝王呢 在这里我给大家做个简单的分析 袁腾飞为什么那么恨宁朝 为什么要辱骂朱元璋家族 根据他讲明史时候的态度和用词来分析 袁腾飞骂明朝是因为朱元璋和他的后人 热衷于杀儒式 迫害师大夫阶级 认为明朝不把所谓的知识问子当人看 是个罪孽深重的朝代 所以朱元璋和他的家族在袁腾飞口中 都成了王不代 总之袁腾飞讲明史的立场是 坚决保护儒家地位 维护士绅阶级的形象 袁腾飞把明朝大神和儒生们的境遇 跟北宋时期做了比较 得出的结论是 北宋时期儒生简直就是生活在天堂里 的确宋朝是武将们的地狱 文官们则是地狱的看守 而到了明朝 地方们把文官也打入了地狱 地狱的看守却换成了太监 在明朝儒生们的日子可以用 朝不保夕来形容 尤其是在庙堂之上 随时都可能丢掉小命 所以这就成了后世的一些儒生 仇恨明朝的原因 也成了名落儒生集体详卿 心甘情愿做二满洲的借口 虽然朱元璋也会重用儒生 但基本原则是用一个杀一个 他对儒生的小毛病一直保持着零容忍态度 为了打压儒生们的嚣张气焰 不但发明了停障 剥皮尺嫂等惩罚首特 而且还大兴文字欲长达十四年 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 估计大家早已经是耳熟能详 朱元璋的后代更是牛叉 发明了东厂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 这两个特务组织的主要工作内容 就是监视朝中的官员 今天看明朝的影视剧时 都能感受到官员们对锦衣卫的忌惮 简直就是谈锦衣卫色恋 有人或许会狡辩说 官吏和儒生是两码事 一个靠科技制度选拔人才的官本位社会 别说文官了 很多武将都出自于儒生 古代儒生们的追求就是 十年寒窗 口气功名 一朝发迹大富大贵 声官发财嘛 他们是封建社会的中流砥柱 也是贪官和奸臣的后补 朱元璋根本就不会怪着他们 他知道大奸弱中的道理 儒生们华丽的外表里 大都包藏祸心 所以朱元璋对待儒生的办法就是 用完了就杀 用一个杀一个 最后成了儒生口中的节肉之君 不过儒生们是杀不绝的 长江后浪推前仗 一茬一茬跟割酒菜似的 他们顽强的坚持到了明末 竟然在朱氏王朝的高压政策下 组建了东民党 虽然朱元璋对儒生士大夫下手狠毒 但有趣的是他一生几乎从来没有屠杀平民的劣迹 即使是对那些遗留在中原的蒙古人 他也没有赶尽杀绝 当然他的手下也在将在外军运有所不受的条件下 有过屠成的行为 但最后都被他给责罚了 我们通过他对马皇后的感情更能看清朱元璋铁骨柔情的一面 朱元璋出身贫寒 了解民间疾苦 所以他不欺压百姓 他饥饿如仇 但不是针对所有人 就这两点来看 朱元璋不是王八蛋 他对儒生们的残酷迫害也肯定有他的道理 要么就是儒生们太贱 忍辱负重 只为一朝登天 要么就是太多 灰涛斩下去 结果刀下全是求功名 求富贵的儒生 反正儒生们求仕途求富贵 跟鸭宝差不多 他们也是豁出去了 算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正所谓该死的孩子求超场 相比而言 后来的狐狸甘满青对儒生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因为他们知道想要做忠然之主就得得到当时精英阶级儒生们的支持 所以他们不但给儒生们入室的机会 而且自己也接受了儒家文化 但他们也从心底里不放心汉沉 对这些汉沉也是格外防范 毕竟能出败自己民族的人绝对不是什么忠诚的人 明朝是用太监兼施儒生 到了清朝是用满臣兼施汉沉 当时这些汉沉也有一个名称叫二臣 是名副十一时的二满洲 狐狸甘满洲和儒生之间是相互一层关系 假如没有绿帽子王范文成这样的二满洲 出谋划色狐狸改满清也入不了关 得不到关内儒生们的支持 狐狸改满清也坐不稳天下 话又说回来这些儒生们也是看清形势 没有这些狐狸改人 他们也很难施展报复 于是入关前有范文成 红成州等保驾护航入关后又有很多儒生跪舔至局 所以狐狸改满洲才能登堂入室 也许这就是儒生们标往的知识物者为俊杰 这些人是不是俊杰不好说 反正当时的儒生都跪舔了至局 甚至称自己是天子门生 狐狸改满清皇帝们听到这话 肯定会飘飘然一副军衔沉中的景象 让我想起首诗 舔局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狐狸改满清从顺治开始就接受了儒家教育 二满洲第一绿帽子王范文成就是顺治的老师 那以后的玄业印针弘历一直到溥仪 都接受了全面系统的儒家教育 他们的名字各个都透着儒雅之气 其中义中间口中的乾隆也就是弘历 就是儒化满洲的代表 有句俗话 王八蛋肯定是王八下的 他的所作所为 儒生们也难辞其咎 清朝入关以后制造了无数次屠杀平民的惨案 而儒生们一直就是他们的帮凶 仗义美多屠狗杯 复兴多是读书人 相对那些失去风骨的儒士们 中原的百姓倒显得格外的冰清玉衡 他们并不接纳满清这个似不向朝廷 不断的有人站出来反抗满清 但失去精英阶级的支持 反抗者也只能是带来的羔羊 反抗带给他们的总是灭顶之灾 狐狸改满清镇压农民起义的手段相当残酷 可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 而助纣为虐的往往就是那些孔子们生 光一个踢发一服就让无数人头落地 而那句所谓的留发不留头 在任何法学理论里都不可能对等 都不可能成立 但有了儒生们的寻辩之能 什么歪理都能说得通 反抗满清专制的斗争贯穿整个青史 而镇压反抗的屠杀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狐狸改满洲人的凶残不仅仅表现在屠杀的人数上 他们也成功的普及了十大库星和凌迟疾行 满清是个十恶不赦的无法无天的朝代 早在两千年前有个法学大家韩非子 在他的法学理论里就强调 做人不能靠自律 都需要遵纪守法 大家都别装圣人 所有的人都需要法律的约束 才能实现真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韩非子还说过 如以文乱法 狭义武犯禁 认为这两种人是危害社会的不良因素 尤其需要用法律来约束他们 如和狭都喜欢装圣人 如有文圣人 狭义武圣人 他们还也都有口号 如讲忠孝 狭讲仗义 殊不知两千年来 大奸大恶之人都是喊着 圣人的口号胡作非为的 如的忠孝取决于是否识实物 而狭的仗义基本都是假仗义 所以有人总结到 圣人不死大道不止 纵观历史 如侠结合就为天下无敌 而满清朝廷就是狐狸改和 如生的结合体 一个无法无天 一个暴赃教区 诸恋闭合 有儒者会说 儒家是外儒内法 好不要脸的解释 法就是法 不需要口号 更不需要者修部 儒家之法 就是王法 服务于一个人的法 不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法 我们在狗尿台剧里经常能看到某大臣说 我要参他一本 那个时代 官员和官员之间的公道 是取决于跟皇帝的亲书 取决于皇帝的好恶 士大夫阶级尚且如此 不能用法力保护自己 对那些平民百姓来说 天高皇帝眼注定是有冤 无处深 所以儒家之法就是掩耳盗灵之法 对老百姓而言就是笼子的耳朵配搭 平民百姓是很难用法力武器保护自己的 有人还会狡辩说 地方上还有父母官呢 那些所谓的父母官 就是朝廷委派下去的恶霸 甭指望他们能主持公道 所以民间就有官官相互的说法 一直有人认为儒生是知识分子 而我认为正是有儒的存在 其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 一直没有机会发展 所以他们算不上是知识分子 要算只能算是术实 可以说是儒家思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一冬天与其说 乾隆的不作为不如巴一巴 汉武帝的霸出百家独尊儒术 从汉代开始东亚文化只剩下了 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 要不是近代引进了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新思想 东亚病夫这个帽子恐怕是永远也摘不掉的 不知道现在网上那些青粉和名粉是不是真的很怀念封建专制体制 如果你有机会穿越回到你希望的时代 你有可能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大统帅 但更大的可能是成为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被压迫者 还有机会会被安在地上用十大酷刑摩擦 或者更惨直接被淋迟处死 奉劝你们一句 与其替古人担忧不如珍惜现在的太平社会 别老琢磨着吊打谁谁谁 能保证永远的和平才是 才算是真的了不起 最后还是那个问题 清朝是狐狸改和儒家的结合体 而乾隆又是个彻头彻尾被儒化了的狐狸改 请问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先有的王吧 还是先有的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